明朝家境年间,开封府上有一名叫王彩玲的寡妇,说起来王彩玲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不过才二十出头,丈夫就因病去世了。 婆家认为王彩玲是扫把星,就将她赶了出来,好在王彩玲十分貌美,这才轻易地在附近村里谋得了住处。 无论哪个年代,有漂亮脸蛋的女人,走到哪儿都好说话,王彩玲就是仗着漂亮脸蛋住在了村长一处住宅之中,虽然面积不大,但王彩玲一人足矣, 尽管王彩玲为了不白吃白住,时常帮助村长一家下地干活,但时间长了不免惹人,非议。 更有一些妇人在背地里诋毁王彩玲,不过王彩玲自己行得正坐的端,她不可能做到被人人喜欢,只要自己不做没良心的事,她就不怕鬼敲门,出逃, 且说村长家里的大儿子如今已然十八九岁,正是到了成婚的年纪,村长也算是一地之主。 前来说亲的媒婆都快踏破了门槛,村长一心想要让儿子娶隔壁村的村长之女, 一方面两家人门当户对,另一方面那闺女长相平平,都说红颜祸水,村长也担心太漂亮的女人惹祸端, 但村长大儿子钱子玉却是一百个不愿意,哪个男儿不爱貌美如花的女子。 寡妇王彩玲,风情万种,尽管没怎么正眼瞧过她这个矛头小子, 可一来二去,钱子玉早就对王彩玲动了情意, 见父亲决心要自己娶隔壁村的村长之女,钱子玉愤愤然, 直说,要我娶她行,但她得做妾事,村长一听这话猛了。 联盲问道,你娶她当妾事,妾事你想娶谁? 钱子玉毫不犹豫地说出了王彩玲的名字, 当时给村长气的,差点两眼一番昏死过去, 一个十八九的大小伙子,竟然扬言要娶一个二十多岁的寡妇, 村长当下就拒绝了钱子玉的请求, 并将其关入柴房之中,只待成亲那天, 再将她放出来,到时候就算她不愿意, 生米也早已煮成了熟饭, 钱子玉心之父亲打得什么算盘, 便在柴房之中大喊大叫自己喜欢王彩玲, 没多久这事便在村子里不静而走, 同时也传到了王彩玲的耳朵里。 平日里她与村长家来往, 与钱子玉打过几次交道, 十八九岁的男孩子, 身强体壮的, 时常帮助王彩玲对付那些妇人, 对她更是嘘寒问暖, 照顾得无微不至, 王彩玲几次都要对其动心, 可想到自己的身份, 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今钱子玉喜欢她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作为当事人的王彩玲, 也不能再坐以待毙, 连忙带上刚载好的积鸭, 来到村长家中赔礼道歉, 并声称自己过几日就会离开这里, 绝对不会给村长一家带来麻烦。 钱子玉从家中下人那听到王彩玲要离开村子的消息, 当晚便爬上房梁, 从屋顶逃了出去, 王彩玲见到钱子玉的时候很是诧异, 原本她是下定决心要走的, 可看到钱子玉苦苦哀求的模样, 她的心也软了下来, 是啊, 哪个女人不爱对自己好的男人, 更何况她一个年轻寡妇, 能再嫁实属不易。 但她想到村长夫妇对她的态度, 不禁心寒了半截, 便说道, 可是你爹娘不同意咱俩咋办? 钱子玉却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爹娘不同意, 咱俩现在就走。 说着, 钱子玉给父母二人留下一封信, 草草收拾了一番便带着王彩人, 连夜离开了村子。 俩人一路小跑着, 走了足足有两天才赶到县城之中, 并在一间客栈住了下来, 二人原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就要到来, 可没成想, 第二天一早父母便带着一众村民追了过来, 村长父亲更是恨铁不成钢的一巴掌 打在钱子玉脸上怒道, 你这不孝子。 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离开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以后我们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偌大的城市里又该如何立足? 父亲一字一句戳在钱子玉的心里, 让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父亲见钱子玉不语, 以为他仍旧对王彩玲念念不忘。 一边寻找着王彩玲的身影, 一边怒不可遏地说道, 这个王寡妇, 先前答应地好好地要离开, 如今却将我儿诱拐至此, 实在是红颜祸水啊! 可渐渐地众人发现, 刚刚还站在钱子玉身边的王彩玲, 此时此刻竟然消失不见了, 而且在客栈寻找多时都未曾见过王彩玲的身影。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消失了? 村长和村民们心中有意, 王彩玲虽然并不招村长待见, 可毕竟是一个大活人, 若真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失踪了, 心里也过意不去, 随便一同来到县衙报了案, 失踪调查, 王彩玲的失踪显然与钱子玉脱不了关系。 可在支县的审问下, 得知, 当时钱子玉与一众村民待在一起, 钱子玉根本没有任何作案时间, 而且客栈房间四周封闭, 王彩玲就算是被人掳走, 也没有机会,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官府对王彩玲失踪一案, 仍旧没有任何头绪, 王彩玲就像人间蒸发一般。 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又再也没有出现过, 相对于村长村民的愧疚, 钱子玉更多的是绝望, 找寻了这么久都没有见到王彩玲的身影, 许是出了什么意外, 他心心念念的王彩玲很有可能已经遭人毒手, 没了命, 一时之间钱子玉竟是病倒在床。 连续数日都精神涣散, 就在官府对此案一筹莫展之际, 县里忽然出现了一名行踪诡秘的采花大盗, 多名貌美女子都被这采花大盗所占, 更有几人为此羞愧难当, 头将自尽, 知现听闻王彩玲也是个貌美如花的妇人, 一心其也被采花大盗所害。 但官府费尽周折抓住采花大盗进行审问时, 他却说自己从未见过王彩玲, 采花大盗一案了结, 但王彩玲的失踪仍然是个谜, 一时之间支线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由于案子长时间没有任何线索, 官府也只好将其渐渐搁置了下来, 后来时间一长, 人们便把这事忘记了, 而钱子玉虽然精神状况好了一些, 可全身净是没有半点力气, 怎么也下不了床, 为此村长不知找了多少郎中前来查看, 军事一无所获。 儿子成了这样, 隔壁村村长家的女儿也不想嫁给一个废人, 便嫁给了他人。 钱子玉在众人眼里就真的要躺在床上度过下半辈子了, 时间一晃就过了三年, 原本病泱泱的钱子玉忽然有了精神, 甚至还能下地走路了。 这下村长夫妇是又惊又喜, 好吃好喝地喂养了钱子玉几天, 便又要与其说亲, 钱子玉也没像从前那般哭闹。 反而任由父母所为, 这天夜里, 钱子玉在父母睡着之后, 便捏手捏脚地出了门, 回来的时候还带上了一个老太婆, 尽管钱子玉选择在夜里出动, 可还是让出来小姐的李大娘看了去, 李大娘望着那老太婆的背影, 心道, 这老婆子不是村里的接生婆吗? 这钱子玉又没媳妇, 哪里来的孩子, 莫不是村长媳妇而怀了, 李大娘想到此看了看自己瘪瘪的肚子, 真是不知道村长媳妇五十来岁了怎么怀上的, 待到第二天天明, 李大娘见村长夫人跟没事人似的出来洗衣服, 不禁嘖嘖称其道, 哎, 村长她媳妇, 你昨个儿生娃了, 村长夫人不明所以地扭头, 看向李大娘, 又看看自己有些臃肿的身材, 没好气地回道, 你才生孩子了, 我都五十几岁了, 有心也无力了, 哎, 不对啊, 我昨个夜里明明看到你家子玉, 带着接生婆回家了, 你家要没人生娃, 大半夜地请接生婆干嘛, 李大娘好奇道, 村长夫人一面说着李大娘看错了, 一面心中犯嘀咕, 洗完衣服就好奇往回走, 想要问问儿子为啥要请接生婆来家里, 可他刚走到儿子房门口, 就听到一阵婴孩啼哭声, 推门进去之后, 那声音却又戛然而止, 真相, 村长夫人心中存疑, 便在屋中返乡倒跪了起来, 他刚刚听得很清楚, 儿子房间里的的确确确传来了一阵婴孩的啼哭声, 但他怎么找都没有找到所谓的孩子, 新一家中许是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正当他准备出门之际, 房间里再次出现了响动, 好好的衣柜突然发出砰的声响, 甚至还微微颤动了一下, 镇的村长夫人浑身发颤, 可当他打开衣柜门的时候却傻了眼, 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那刚刚的声音又是从何而来?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这个衣柜看上去很大, 但实际空间却是十分狭小, 他尝试动了洞里面的隔板, 却是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当他看清隔板之后的人时, 吓得大叫一声, 差点昏了过去, 村长一家被其尖叫声吸引而来, 众人见到衣柜里的人后, 都是大吃一惊, 里面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失踪三年, 也让钱子玉心心念念三年的王彩玲, 此时王彩玲正抱着孩子正正地望着外面的一群人, 原来这么多年, 王彩玲根本没有失踪, 而是一直藏在钱子玉屋中的衣柜里, 若不是李大娘前不久夜里发现了接生婆, 王彩玲失踪一案岂不是就成了悬案了, 想到这里, 村长不禁怒道, 你这寡妇这食物我儿啊, 我儿为你生病多年, 而你却躲在这里, 你居心何为, 就在这时, 闻生赶来的钱子玉见屋中场景, 二话不说就跪了下来说道, 爹, 娘, 不关彩玲的事, 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钱子玉一边道歉, 一边一五一时地将当年之事说了出来, 钱子玉和王彩玲的确想过要离开, 但她知道, 自己的一封信迟早要将父亲吸引过来, 而她身上没什么本事, 靠自己完全不能给王彩玲带来幸福, 于是便同王彩玲商议着到时候趁乱逃回去, 毕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事情果然和钱子玉料想的一样, 父亲第二天便带着一行人马追了过来, 王彩玲便趁乱逃了回去, 钻进了钱子玉屋中的衣柜里, 一待就是三年, 这三年时间里, 二人同在一个屋檐下, 虽然并不能向大家承认彼此的关系, 但并不影响二人之间的感情, 王彩玲更是在三年时间里为钱子玉诞下一子, 若不是出了这档子时, 恐怕王彩玲这辈子都将在衣柜中度过, 这一事件尽管村长一家一瞒再瞒, 可还是传到了支县那里, 得知真相的支县又好气又好笑, 谁能想到一个离奇失踪的寡妇, 到最后会在衣柜中被发现呢? 不过在祝福二人的同时, 钱子预报假案却是事实, 重打其几十大板后, 便将人放了, 村长一家为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十分懊悔。 若不是当年他们极力反对两个人在一起, 那么后来也不会发生那么多事, 看到儿子幸福快乐的模样, 再看那个新天的小孙子, 村长一家不禁适乐开怀, 后来在家人的祝福下, 钱子玉和王彩玲终于光明正大的成了亲,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按后感言, 有时候做父母的总是打着为你好的幌子去制约孩子的一些行为, 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总是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 文中村长夫妇就是如此, 认为王彩玲配不上自己的儿子钱子玉。 想让儿子娶了隔壁村村长之女, 以为是对儿子好, 其实却是在害他。 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 且说当时庆丰酒楼有一名叫好乐的殿小二, 别看好乐只是区区殿小二, 但学问却是高得很, 儿时家中是村里的大户, 父亲曾出钱给他请过教书献上。 而好乐也聪明得很, 年仅三岁便考过了童生, 是村中不可多得的神童, 但令父母担忧的是, 好乐天生聪慧不假, 可得到一份小小的殊荣之后, 便会倒霉一阵子, 且说刚过了童生那年, 好乐刚出院门便摔了一跤, 门牙缺了一半, 出门玩耍呼逢暴雨。 其他小伙伴都没事, 只有好乐被雷劈中了头发, 烧焦了大半, 就连在家睡觉, 床板都能忽然倒塌, 家中为此忧心忡忡, 便到镇上请来一个有名的周易先生, 先生名叫刘长, 听闻此人非常厉害, 时常给人相面, 推演非常精准, 但由于收费高昂, 所以照他的一般非富极贵, 刘长受邀至好家看事, 见好乐卧于榻上, 一副病泱泱的样子, 再问其四柱, 刘长不禁笑道, 好乐乃天生五必三缺之命, 所谓五必三缺, 极观光一生, 寡, 孤, 毒, 残和钱, 命, 权, 而好乐一个人占了两臂双缺, 既毒又残, 还无钱无权, 即使受外界影响有钱有权了, 也不过是暂时之下, 这些东西早晚有一天, 都会以不同的方式离去, 刘长官其天生聪慧, 又天生两臂双缺, 便将其收徒, 成了刘长的关门弟子, 日子一晃就是十来年, 师徒俩虽然靠帮人看事赚了不少钱, 但日子过得却是十分贫苦, 破破烂烂的小茅屋, 天一下雨, 师徒俩就遭罪, 只能缩在一边看着茅草屋漏水, 他们也是过花赚来的钱, 但总是出事, 一来二去便过惯了贫苦的生活, 这天刘长拜别好乐, 称自己要出门一趟, 让好乐自己在外面历练, 留下了一些钱, 也不够好乐吃穿住行, 没办法, 好乐只好来到镇上庆丰酒楼当了店小二, 一月不到二两银子, 好在管吃管住, 不过这地方虽然叫酒楼, 但也不过就是一处比其他大一些的地方罢了, 在环境上远, 不如城里的酒楼。 酒楼外面有一处小河塘, 面积不大, 但却有一人多深, 水性不好地掉进去, 根本没有逃生的可能, 所以平日里好乐都躲着这片水域走, 一是他自己水性不好, 再有就是这片水域不太平, 这天好乐肚痛跑出去如厕, 回来的时候, 见酒楼外面的荷塘边上站了两个人, 因为天黑, 距离也比较远, 好乐听不清那两个人在说什么, 正要扭身回酒楼的时候, 却见其中一人将另外一人推了一把, 随后赶忙跑了开来, 而掉入水中的那人不停在水中挣扎呼救, 此时正是深夜, 怎么会有人听到, 好乐本想上前将那人拉上来, 但却担心自己被连累掉入水中, 不能就上人不说, 还把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可身为周易先生, 最看重的便是因果循环, 自己看到了却见死不救, 岂不是使生命于不顾, 好乐思索良久, 这才准备上前施救, 然而那女子的声音越来越小, 待好乐上前之时, 那人已然没有了呼吸, 那一双冲血的双眸, 直勾勾地盯着她, 好乐心中发毛, 左看又看见无人, 便一头钻回了酒楼之中, 自那天起, 好乐每天神情恍惚, 噩梦不断, 时常梦到那日落水女子质问她为何不救她, 而该名女子落水一世, 县令查询多时也找不到凶手, 到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再加上其家人称她本就一心寻死, 便被官府判为自尽, 好乐听闻此事不禁唏嘘不已, 他明明看到那女人是被人推下去的, 怎么就成了自尽了, 好乐本想去报官, 但想到那女人最后看她的眼神, 心中不由的一惊, 便也打消了报官的念头, 这年秋,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好乐则是望着窗外的雨, 照例在庆丰酒楼值班, 到了夜里, 好乐正在昏昏欲睡时,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好乐将门打开一看, 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白衣, 浑身湿漉漉的女人站在门外, 其头发飘飘, 部分在身后, 还有一部分则是挡在面前, 令人无法看清她的面目, 好乐问道, 请问是来住店的吗? 那名女子点点头道, 是啊, 外面雨太大了, 我想借宿一晚, 好乐迷迷糊糊地正准备将人迎进门, 低头一看, 却见门口女人双脚不粘地, 悬浮在半空之中, 酒楼中幽暗的烛光撒在地上, 映射出好乐长长的影子, 而那女人却是无影, 好乐虽说跟随师父见多识广了, 可这毕竟是她第一次自己见到, 不禁吓得双腿哆嗦, 但还是洋装镇定地说道, 好, 好, 我去给你办理一下, 客观稍微等一下, 说着, 好乐逃逝地赶忙, 来到自己床边, 从枕下拿出了那个师父留给她的一面铜镜, 据师父所言, 这面镜子可驱邪画纱, 带来到门边, 好乐见那女人仍旧立于门前, 模样甚是诡异, 好乐不禁拿起那面镜子照了, 朝那边照了过去, 只见镜面之中出现一个白衣女人, 那女人缓缓地抬起头, 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好乐, 好乐惊地大叫一声, 这女人好生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 想起那双眼睛, 好乐忽然想起那日在和堂中见过的女人, 想到这女人很有可能是前来报复的, 好乐赶忙将那面镜子抬起, 朝着女人的方向再次照射了过去, 顿时镜子里折射一道光出来, 镜子打在了那女人身上, 那女人淒厉惨叫一声, 顿时倒地连连打滚, 好乐必着眼, 说道, 你又不是我害的, 你去找害你的人, 我虽然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但我也是无心, 我也想救你的, 可你当时早就没了命, 女子痛苦地大叫着, 身体也变得愈发虚弱, 她连连求饶道, 公子饶命, 我没有要害你, 只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好乐文言。 连忙将镜子倒转问道, 你, 找我帮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女子悠悠起声哭诉道, 那日深夜, 我知那天的事情, 只有公子看到了, 如今杀害我的罪人未能绳之以法, 我不甘心, 凭什么他做错了事情, 还在逍遥法外, 而我什么错都没有却没了命。 公子, 求求你帮帮我, 帮我将那凶手送到衙门里去, 可是那天太黑了, 我连你的样子都没看清, 那凶手更是如此, 我只知道凶手是一个男人, 他什么身份, 我根本不知道, 我又该如何帮你。 好乐说道, 女子欺然一笑, 紧接着便道出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真相, 女子名叫白素莲, 父母家乃是府上有些名气的柜门, 当年父亲外出经商, 赚了一笔小钱, 便有不少人家钱来讨好, 无论什么年代, 都是这样, 处境不好的时候, 人人敬而远之, 处境好的时候, 人人都争前恐后地来, 八戒, 一来二去, 父亲便给白素莲定下了一门婚事, 对方父亲跟父亲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他自己也是府上有些名气的才子, 白素莲见其才华横溢, 更是一表人才, 俊朗无比, 心中不禁顿生好感, 且说这白素莲还有一个姐姐, 姐姐白素和大他三岁, 早年间家里条件不太好, 便嫁给了一个农户, 见白素莲嫁得好不禁心生极度, 几次三番来到白素莲家, 对妹夫按送秋波, 并在二人之间挑拨离间, 原本恩爱非常的夫妻俩, 被白素和这么一脚, 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 有天白素莲有事回娘家, 归来的时候已然是深夜, 却见家中灯火摇曳, 丈夫房内更是传来一阵奇奇怪怪的声音, 白素莲好奇便凑到窗缝看, 只见自己的丈夫竟与自己的亲姐姐纠缠一起, 白素莲大怒, 当场就揭穿了二人恶劣的行径, 姐姐白素和见白素莲发怒, 便是呼得跪倒在地哭道, 妹妹怨我可以, 但这件事真的和妹夫没有关系, 妹妹你要打要骂都冲我一个人来, 白素莲哪里肯听白素和的话, 竟是一掌打在丈夫的脸上, 白素和健壮赶忙朝前一扑, 白素莲接下来的一掌没有收住, 一下子就打在白素和身上, 白素莲自知力道不大, 而白素和却是惨叫一声倒在地上, 丈夫见状不禁骂道, 白素莲, 我早就受够你了, 我告诉你, 这件事和素和一点关系都没有, 要怪就怪你平日里嚣张跋扈, 完全忽视我的尊严。 你看看你姐姐素和温柔善良, 到这个时候还在护着你, 我嚣张跋扈, 护视你的尊严, 我何时这样做过? 白素莲质问道, 丈夫冷哼一声, 白素莲你莫要再狡辩了, 你姐姐将你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难道你的亲姐姐还会说谎不成? 白素莲闻言, 正正地望着面前倒在地上的白素和喃喃道, 姐姐, 我何时跟你说过那些话? 白素和微微醋眉道, 对不起, 是姐姐对不起你, 即使你叫我不要说出去, 我还是说出去了, 但是你这样做真的不对, 妹夫对这个家尽心尽力。 而你却, 够了, 素和你莫要再与这女人讲道理了, 白素莲我们何离吧, 丈夫冷冷地说道, 白素莲颤抖着双唇望着面前两个人, 久久无言, 白素和却是惊道, 妹夫, 你这是要做什么? 妹妹与你可是要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 你不要管我,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不要怪妹妹了, 但丈夫心意已决, 而此时白素莲也幡然醒悟, 姐姐平日里看起来的好意, 不过都是在挑拨离间, 目的就是将自己赶出这个家, 而她择机上位, 白素莲苦笑一声, 好, 我成全你们。 既然如此, 我这就回家告诉父亲大人, 与你们家彻底断绝生意来往, 白素莲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转头就往外走去, 丈夫担心东窗事发, 便连忙跟了过去, 二人一路来到庆丰酒楼之外的小河塘处争执一番, 丈夫见白素莲不肯罢休, 顿时恼羞成怒将其推入河塘之中, 慌忙跑开了, 白素莲说到此, 已然是气不成声, 好乐心中唏嘘, 想到自己当时竟有见死不救之意, 心中也是愧疚不已, 连忙将自己看到的事情告之于官府, 经县令调查一番, 终将凶犯绳之以法, 经过此事, 白素莲对好乐表示感谢, 称自己并不怪好乐没能第一时间出手相救, 怪就怪自己嫁错了人, 后来, 好乐在此事的影响下, 多行好事, 虽然无期无才, 但却乐得, 自在, 写在最后, 文中好乐见到白素莲溺水后的做法, 其实很正常, 好乐他本就不通水性, 自己贸然跳下去, 定然是既就不上白素莲又得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但他也有错, 错就错在他自己没有能力去救, 还没有去喊别人救, 耽搁了一会儿, 也就挽回不了白素莲的生命了, 现实中也是如此, 若想救一个人, 救人者首先就要, 有救人的能力, 否则事情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助人为乐是好事, 但前提是, 自己也得有助人为乐的本事, 毕竟需要帮助的人要的是雪中送坛, 而不是雪上加霜, 文中的白素莲也实在可怜, 嫁给了这样一个耳根子软还没有担当的男人, 自己没有得到幸福, 不说, 还赔了一条命, 所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无论男女在交朋友或者结婚时, 都要擦亮自己的双目, 更不要轻易相信旁人的言语, 自己要懂得思考, 亦要有着自己的心眼, 男子有钱时朋友如云, 落魄时他接连写了三封信, 其中有当官的, 读书人, 经商的, 这些人如何回复他, 关键时刻又是谁帮助了他, 困难时刻, 见真情这句话一点不假, 一, 催秀才, 话说, 古时有个人叫刘仙达, 此人乃世家子弟, 年少时风流倜傥, 爱好结交朋友, 大有梦长君之风, 这一天, 有个叫催元素的落魄书生, 闻名前来, 不要说是读书人了, 就是流浪汉刘仙达, 也不会拒之门外, 虽说手下门客不少, 可真真实文断字的人, 却寥寥无几, 听得有个秀才模样的人来了, 刘仙达赶紧叫家人把他带了进来, 只见那人五十来岁模样, 身上穿的一件洗得发白的衣裳, 虽说是旧了点, 可却十分干净, 看不出一点落魄的样子, 那人进的门来, 还没等刘仙达发问, 就自报家门, 逼人山东邻居秀才催元素, 出门在外游历二十多年, 听闻刘工有梦长之风, 今日特来投靠, 还望先生收留, 见此人谈吐不俗, 刘仙达心里十分高兴, 便愉快地接纳了他, 这崔秀才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自从做了刘仙达的门客后, 便三天两头往刘家跑, 刘仙达看他可怜, 就时不时地给他点钱, 崔秀才也真是, 一般来说, 以十天为一个周期, 十天之后, 必定上门借钱, 而刘仙达也是来者不拒, 没多有少, 反正总不让崔秀才空着手回, 一来二去, 刘家的手下, 就看崔秀才不顺眼了, 就纷纷在刘仙达跟前说三道四, 而刘仙达却是淡然一笑, 不以为意, 就这样过了两年, 二, 以苦作乐, 这一年, 刘家突遭变故, 短短几个月内偌大家业几乎被耗光, 又过了三年, 刘家一贫如喜, 见刘家不见往日的风光, 亲戚朋友都变了脸, 纷纷避之不及, 手下见此光景, 也差不多跑了个精光, 只剩下一个多年的老仆仍在坚守, 刘仙达倒是能看得开, 受着妻子和一双儿女苦中作乐, 这一天,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个不亦乐乎, 刘家五个人蜷缩在屋子里冻得浑身直打哆嗦, 这时, 刘家的女儿忽然跑到了雪地中, 只见她对着漫天飞舞的大雪, 随口而出, 闷纱连昭于雪天, 娇人何处蜜黄眠, 碎厨不比逢寒时, 抵试厨中也禁烟, 她这几句诗, 把刘家的近况说了个清清楚楚, 刘七听了暗暗落泪, 而刘仙达则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边笑边说, 这雪要是能吃的话, 该有多好, 咱家也就不用挨饿了, 只是让你们跟上我受苦, 我心有不甘, 说完, 刘仙达竟也淫了一首诗, 今年犹带西年天, 昔日青球金破棉, 寄予东风修报信, 春来无力出厨烟, 见他父女两个一唱一鹤地做起了诗, 刘七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骂道,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 往日里亲朋好友满院子都站不下, 看看今天, 连吃的也没有, 你还有兴致在那里作诗, 难道是给自己做晚歌吗? 刘仙达听了妻子的话, 不觉得低下了头, 半天他才说道,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说, 我能怎么办? 难不成让我做贼去吗? 你倒是想做贼, 就凭你的本事还没偷东西就被吓死了, 顺城门外的朱县令, 想当年他落魄时收了你的多少恩惠, 和你也算是莫逆之交了, 我听说他正丁忧在家, 你何不求他帮帮忙解解燃眉之急呢? 听完妻子的话, 刘仙达一拍大腿兴奋地说, 要不是你说起的话我早就忘记了, 我这就写封信求他帮帮忙, 说完, 立马书信一封, 派老仆送了过去, 老仆走后, 想到马上就能吃饱饭了, 刘家上下非常高兴, 他们能如愿吗? 三朋友, 望眼欲穿中, 一家人煎熬了一天, 早上老仆就早早地走了, 直到天快黑的时候, 他才回来, 见老仆神色有异, 刘仙达的心顿时量了半截, 老仆进的门来顾不得都快要冻僵的身子, 喘着气说道, 哎, 老爷, 你怎么认识了这么一帮狼心狗肺的朋友呀? 刚开始我到他家时, 他家的仆人说他出去了, 我不信, 就在门口等了起来, 果然不久之后, 他送客人出来了, 我赶紧上前把你的信地给了他, 谁知他接也不接就说自己很忙没空接待我, 再后来, 他家大门紧闭, 我件事情无望便回来了。 当时他落魄时, 老爷, 你是怎么对待他的? 人心怎么就能变成这样啊? 说完, 老仆大声哭了起来, 见满心的希望化为了泡影, 母子三人抱在一起, 也哭了起来, 刘仙达听了老仆的话, 叹了一口气, 随后就僵在那里, 两眼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发起呆来。 哭了一会, 妻子对刘仙达说, 这朱县令看来不是你的默逆之交, 我就不相信你的朋友里面,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啃出来帮忙吗? 城北的杨军怎么样? 刘仙达本来已经不再打算求人了, 见妻子这样说, 便死马当作活马医, 又派老仆去杨家走了一趟。 结果和原先一样, 杨军以生意不好本利权亏为由拒绝了他, 刘仙达见老仆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苦笑着说道, 这些人都是泛泛之交算不上之心朋友, 要借钱的话, 非道义之交不可。 于是连夜又写了封信, 第二天一早便派老仆送到南城的静公子手上。 这静公子与刘仙达既是世交又是亲戚, 先前和刘仙达喝酒时一开口就是忠孝结义, 实在是因为亲戚要不然早就八败之交了。 接到刘仙达的书信后, 静公子对老仆说道, 要说凭我们这关系, 帮助他自然是应该的, 奈何我也是小户人家。 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实在是无能为力, 再说, 刘仙达也算是个人物, 怎么能遇到点问题就自暴自弃呢? 他不是一般人, 要是能借着这点困难奋发作为, 保不成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老仆是借钱来了, 没想到钱没借成道听了一堂历之课。 郁闷之情可想而知了, 回家后, 老仆把静公子的话告诉了刘仙达, 刘仙达这回是真的生气了, 骂道, 平日里看起来道貌黯然, 口里边说的是仁义道德, 今天我用难处连一文钱, 也舍不得, 不借钱也就罢了反而夸夸其谈, 难道所谓的道义之交都是如此吗? 正在刘仙达怒骂之际, 一阵敲门声传了进来, 来人是谁? 他能解刘仙达的燃眉之急吗? 四, 穷人上门, 老仆开门一看,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人见人增的催秀才, 刘七见此人来了, 顿时拉下了脸骂道, 怎么还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知道家里是什么情况吗? 怎么这时候了还想着借钱? 他要是再和以前一样的话, 我就拿刀杀了他, 也好解解我的心头之恨, 刘仙达听了妻子的话, 无奈地摇了摇头, 催秀才来到家中, 见刘家破落到如此地步, 比他想得还要糟糕。 于是就对刘仙达说, 想当初刘家是何等的气派, 今天看了这到底是梦还是真的? 你当年也有梦长之风, 难道就没有一个朋友肯出来帮你吗? 刘仙达叹了口气说, 当初人们看中我是因为我有钱, 恨不得和我一结金兰, 现在我是穷光淡一个。 人们都避之不及呢, 也不尽然吧, 我不就来了吗? 也怨不得人家不帮你, 你自己不振作起来, 谁肯帮你? 你说吧, 今后你要怎么办? 等死, 听了刘仙达自暴自弃, 又带着些许怨气的话, 催秀才说, 你说这话就活该受罪。 我听说负重设远, 不择得而休, 累重家贫, 不择路而逝, 凭你一身才华何不投笔从容, 拨他个大好前程, 这不比整天朝他人要饭受他人轻薄强多了吗? 听了崔秀才的一番话, 刘仙达似是有所醒悟, 他抬头看了看崔秀才, 只见崔秀才又说道, 你可以暂时先给人家写写字赚几个钱花, 还可以在家做些针线活, 这样的话暂时也能免得挨动受恶了。 怎么样? 刘仙达叹了一口气, 不再作声, 催秀才知道他是拉不下面子来, 又说道, 我夺君之心, 亮君之志, 你要是想扬眉吐气的话, 非做官不可。 要想做官必须科举吉地, 要想科举吉地就得埋头读书, 要想读书必须先管温饱, 看来你实在是没办法了, 这样吧, 我这里有一些钱, 你可先用着, 听崔秀才坑恳给他钱, 不仅刘仙达惊呆了, 连老婆和刘七都惊掉了下巴, 刘仙达说, 你也不是有钱人, 我怎么能连累你呢? 崔秀才这时不再说话而是, 从身上拿出一包银子, 递到了刘仙达的手中而后扬长而去, 五发家, 几天之后, 崔秀才又来了, 只见他手里提着一个包裹, 开口就说, 我这里还有一些钱, 怕你不够用, 就拿过来了你先用着, 说完掉头就走, 刘仙达挽留不住, 难道他就是送银子来了吗? 打开包裹后, 只见里面满是黄灯灯的金子, 足有三百两支巨, 崔秀才一走之后就再也没有音讯, 刘仙达拿上银子, 把原来的家业都赎了回来, 又买了块宅子, 奇怪的是, 刘仙达一家在新买的地体里, 竟然挖出了金子, 这一来, 刘仙起死回生, 又成为一方妇士, 原来离家的仆人纷纷求上门来要重新入职, 亲朋好友也开始拉着起了旧情, 一年时间, 刘仙达如故, 刘仙达不忘催秀才的话, 家父后不忘读书, 第二年变高中, 当官之后, 刘仙达把原来的亲朋好友都请了过来, 好好地宴请了他们一番, 酒席快要结束时, 刘仙达吩咐手下把家中的钱财全部拿了出来, 叫手下把家产分给了在座的亲朋好友, 众人都大为奇怪, 不知道刘仙达发的这是什么神经, 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际, 刘仙达开口了, 今天我是何等荣幸有各位前来捧场, 像当初我落魄之际, 各位对我的恩情我刘某人铭记在心, 刘某能有今日, 全赖各位所赐, 众人听了他的话如芒刺在背, 不少人面带羞涩地悄悄离去, 六, 真深, 这时手下回报说, 有个姓崔的秀才来了, 刘仙达听到后, 顿时喜出望外, 赶紧跑到门前把崔秀才迎了进来, 崔秀才也不知是从哪里听到刘仙达对众人说的话, 劝他说道, 先生你乃是国之栋梁, 何必和他们呈口舌之力呢? 人情事故凡夫俗子皆是如此, 听了崔秀才的话吗? 刘仙达赶紧点头秤试, 当天夜里, 刘仙达把崔秀才留了下来, 两人促膝长谈, 刘仙达说, 为何先生好久也不露面? 我家的今天全是先生出手相救。 我早就想要报答先生, 奈何找不到你? 实在是一大汗事, 崔秀才听了刘仙达的话, 反问道, 当初你帮助我时, 可曾想到要得到我的回报? 没有, 你能有豁达心态, 难道我就没有吗? 刘仙达听后哈哈大笑, 又问道, 先生家中还有何人? 我家中人口众多, 光孙子辈的就有十几个, 我计划把女儿嫁到你家, 你看怎么样? 崔秀才听刘仙达这样说, 顿时脸色大变, 支支吾吾不肯答应, 刘仙达追问之下, 崔秀才开口说道, 不瞒先生, 我乃是一山的一只老狐, 因见先生气质不凡, 所以不远千里前来结交, 先生由父到贫, 再出人头地, 这些不全都是我的功劳, 乃是先生的修为导致的必然结果, 今天见先生家道, 兴望我的心愿已了, 也就到了你我分别的时候了, 刘仙达听崔秀才说完, 既旌旗又惋惜, 随后两人彻夜长谈, 第二天, 黎明时分, 崔秀才出门, 化作一阵青烟消失不见, 明朝成画年间, 坊间传闻有意翡翠玉佩在月光照射下, 可以得到一张藏宝图, 那里有着千千万万的人想要得到的东西, 为此多方势力都在寻找这没神秘的玉佩。 这天夜里, 荒郊外的一处破庙中, 一人身着黑袍, 面带鹰脸面具, 手上把玩着一桃木手串, 另一面戴黑纱的男人翻身, 进入破庙之中, 见到此人连忙跪倒, 在地青生道, 主子, 查到了, 鹰脸面具, 南威威侧身道, 找到玉佩下落了。 回主子, 听说那玉佩一分为二, 唯有将两玉佩合在一起, 才能发挥其作用, 不过属下查询多时, 只知道这玉佩出现在江南地带, 还未见过其真帽, 男人哆哆嗦嗦地回道, 鹰脸面具, 男冷哼一声, 黑袍狠狠一甩, 那男人鹰声被弹飞出去。 没用, 随我去趟江南, 若在三月之内, 还未找到玉佩, 你就不必跟着我了。 江南夜色正浓, 秦府宅院内两个约莫七八岁的男娃女娃奔跑玩着, 男娃名叫秦鹤云, 女娃名叫秦春梅, 二人一路嬉笑打闹着跑到了一处房屋面前, 这房屋门开着一条缝。 秦春梅偷偷摸摸地朝里面望了望, 随后扭头看向身后的秦鹤云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哥, 为什么爹爹不让我们进这个房间? 难道这房间里有好吃的? 爹爹想藏起来自己偷偷吃, 秦鹤云摇摇头, 不知道, 里面藏的肯定不是吃的。 春梅你个小吃货, 若是让爹爹知道你刚刚又偷吃了一个鸡腿, 肯定会对你家法伺候的。 秦春梅朝着秦鹤云比了个大大的鬼脸, 随后四下望了望, 便拉着秦鹤云一头钻进了房间之中, 房间内漆黑一片, 借着窗外的月光, 秦春梅过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屋内的陈设。 一排排褐色木架上摆放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 秦春梅连连赞叹, 拿着一颗珍珠爱不释手, 而秦鹤云比秦春梅高半个头, 一眼就看到放在高架枝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木箱, 尽管这个木箱又破又小, 但其缝隙之中却透着一缕缕的金光。 秦鹤云拍了拍秦春梅的小肩膀轻声呼道, 春梅你看, 秦春梅顺着秦鹤云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顿时惊得嘴巴大张, 哥, 那是好美呀! 秦春梅说着, 便手脚并用爬上了高架, 随后又轻轻地将木箱打开, 顿时金光四溢。 秦春梅望着手中的玉佩不禁惊叹不已, 他将玉佩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好半场, 哥, 你看这里, 那块玉佩上有一个云字, 这块玉佩上有一个梅字, 难道这玉佩是我们的? 秦春梅说着, 便将其中一个玉佩挂在了自己脖子上, 而秦鹤云亦是喜滋滋地挂了起来。 兄妹俩挂上玉佩之后, 便又追逐打闹地跑了出去, 到了庭院之中, 秦春梅双眼乌溜溜转了两圈, 见四下无人便拉住秦鹤云说道, 哥, 要不咱俩捉迷藏? 秦鹤云打了个哈欠表示, 不想玩, 但秦春梅却是撒娇恳求, 无奈之下, 秦鹤云只好闷着头, 跟着秦春梅跑出了门外。 秦鹤云藏进了一个草边框中, 片刻之后草边框被打开, 秦鹤云本以为是秦春梅发现了自己, 可抬眼一看, 面前出现的竟是一个面带鹰脸面具的男人, 男人高大无比, 垂眸望向秦鹤云脖子上挂着的翡翠玉佩, 下一瞬她伸手一拽, 就将那玉佩拽了下来。 鹰脸面具南面露喜色, 盲问道, 小娃娃, 这另外半块玉佩在哪里? 秦鹤云被面前男人吓了一跳, 见男人抢走了自己的玉佩, 不禁瓦呀呀大叫起来, 男人捂住秦鹤云的口鼻, 再次问道, 那玉佩究竟在哪里? 秦鹤云此时就算在啥也意识到 那玉佩或许是很重要的东西。 连忙摇了摇头, 男人手上微微用力, 秦鹤云在其手中乱蹬着腿, 依旧不肯回答, 男人微微脸眸, 朝着身边人使了个眼色, 下一瞬那人竟飞出一把短刀镜直飞到了秦鹤云腹部, 秦鹤云顿石口土鲜血昏死过去, 鹰脸男人望着手中盈盈发光的翡翠玉佩。 天头对身边人说道, 查查这小娃娃的身份, 另外一块玉佩我相信很快就要到手了, 到时候宝藏就是我的了, 二人身影渐行渐远, 躲在一旁的秦春梅哭唧唧地来到秦鹤云身边, 她用力摇了很久, 秦鹤云这才缓缓半睁开双眸望着面前的妹妹低声说道, 玉佩不要带有危险, 秦鹤云说着变头一歪没了气息, 秦春梅哭着摇晃着秦鹤云, 可秦鹤云面若雪霜, 再也不会伸出手摸着秦春梅说着春梅你真是个小吃货了, 后来父母得知秦鹤云是因玉佩而亡, 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是秦春梅争着吵着要玩捉迷藏, 不禁对秦春梅又打又骂, 可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挽回秦鹤云的生命, 而秦春梅心中更是愧疚不已, 她心中恨, 恨自己贪玩, 更恨那个基于玉佩的男人, 她记得那男人面带鹰脸面具。 更重要的是后脖梗上还有一颗黑痣, 往后十年, 秦春梅日日夜夜都反复梦着那天夜里的事情, 就像是噩梦一般围绕在她脑海之中挥之不去, 她一定要找到那个男人。 这一年秋, 秦春梅在表舅妈的介绍下嫁给了一秀才张元文, 长得白白净净。 说起话来也是文周周的模样, 秦春梅甚是欢喜, 只是听说张元文大她十岁, 尽管面上看不出来, 可秦春梅心里还是有些芥蒂, 洞房叶, 秦春梅与张元文相拥一起的时候, 赫然发现张元文后脖梗处有一道伤疤, 秦春梅不知为何想到了当初的鹰脸面具男, 便问道, 相公, 为何你这里有一道伤疤呀? 这是怎么弄的? 张元文摸了摸后脖梗笑道, 小的时候顽皮跑着跑着摔了一跤, 就成了这样了。 怎么, 嫌弃你相公了? 秦春梅摇摇头, 继续与其欢乐起来, 这天夜里, 秦春梅梦到有一条大黄狗一直追着她咬。 梦里秦春梅一直跑着到了悬崖边, 那黄狗也一同追了上来, 一口咬在秦春梅脚踝之处, 秦春梅吃痛后退两步坠入悬崖, 下一瞬, 秦春梅猛然惊醒, 这是怎么了? 洞房叶她竟然会做这种奇奇怪怪的梦境, 莫非是在预示着什么? 秦春梅心中不安, 便来到尼姑庵中想要找师父排忧解难, 秦春梅将此梦境告知老尼, 老尼询问其是否有埋在心底之事, 秦春梅便一五一时地将当年之事说了出来, 却是巧妙地忽略了玉佩的存在。 老尼文后笑道,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区区一个梦说明不了什么。 秦姑娘还是莫要多想为妙, 秦春梅同老尼说了一会儿话, 临走之前依旧是眉心紧锁,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似的。 老尼见状, 不禁多说了两句, 秦姑娘, 故人已去, 但是未结, 还望姑娘小心身边人, 身边人, 秦春梅陡然一惊。 莫非是张元文, 但秦春梅并不想相信张元文就是那心怀叵测之人, 便稍稍放松了下来, 一连几天, 秦春梅晚上都睡得昏昏沉沉, 有时候一直睡到第二天天明才能起床, 若是一天两天还好, 一直这样的话, 秦春梅微微醋梅, 正想要和身边小丫鬟问些什么的时候。 小丫鬟却抢先念叨着, 小姐, 姑爷她很奇怪, 奇怪, 她怎么了? 秦春梅问道, 小姐,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连续几天夜里, 我都发现姑爷她偷偷摸摸地在宅院里转来转去,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 有一次我起夜, 无意间听到姑爷和别人谈话的声音。 姑爷她该不会外面有人了吧, 小丫鬟低声说道, 本想还说些什么, 可见秦春梅脸色不好, 连忙就闭了嘴, 过了好一会儿, 秦春梅这才又说道, 竟有这种事情, 今天夜里你把我叫醒, 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天夜里, 秦春梅照例喝了一碗银耳羹, 便匆匆睡下了, 本想坚持看看身边人究竟夜里在做什么, 可秦春梅竟是越来越困, 到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便沉沉睡了过去, 当秦春梅再次醒来的时候, 天已大亮, 又是整整一夜, 秦春梅称怒小丫鬟夜里没有叫醒她, 可小丫鬟却是低声道, 小姐, 我昨夜见姑夜出去之后便过来叫您, 可您睡得太沉, 无论我怎么叫你都不行, 后来见姑夜回来了, 我赶紧就藏起来了, 秦春梅不禁有些讶异, 她只知道自己最近睡得特别快, 却从未想到竟然睡得这么沉。 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 秦春梅私趁片刻, 想起了临睡觉的那碗银耳羹, 从前她并不会喝这些, 只是张元文说, 这银耳羹对女人身体好, 这才喝的, 莫非与这有关? 秦春梅心中思量着, 当晚在喝银耳羹时便多留了个心眼, 先是让小丫鬟将张元文支开, 自己便偷偷倒掉洋装, 已经喝掉了, 秦春梅依旧老老实实地躺下, 果然今日并没有那么困, 不知过了多久, 秦春梅感觉到身边男人起身, 带男人走出门外, 秦春梅这才缓缓睁开双眼,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最近睡得这么沉, 竟然真的和张元文有关, 秦春梅随着张元文的步伐离开, 见张元文在宅院内兜兜转转, 最后竟然走进了自己当年寻到玉佩的那间房里, 秦春梅谋色大惊, 赶忙追了上去, 他透过门缝朝礼望去, 就见张元文竟然打开了自己存放那半块, 玉佩的盒子, 他拿出那半块玉佩, 随后又从怀里掏出了另外半块, 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前尘过往通通涌上心头, 秦春梅死死捏住窗框, 想起哥哥被害的那个夜晚, 秦春梅顾不得其他, 推门便走了进去, 秦春梅冷冷望着张元文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背影, 说道, 张元文, 竟然是你, 张元文文声缓缓转过头来, 先前那副书生气息已然不见, 秦春梅看到的却是一张充满贪欲的面孔, 张元文死死攥住那两块玉佩笑道, 终于找到了, 小丫头, 往我寻了这么多年, 竟然就在这里, 哈哈哈哈, 玉佩被我找到了, 那些宝藏都是我的了, 张元文说着, 连忙将两块玉佩合二为一, 然而下一秒, 张元文的笑容却僵在了脸上, 月光透过玉佩中央打在对面墙上, 映射出来的不是什么藏宝图, 竟是中意二字, 张元文在这一瞬间仿佛打双了茄子, 他笑着, 又哭着, 怎么也没想到, 他追随多年, 想要寻到的藏宝图, 竟然就是他早已丢失的中意, 秦春梅也没有想到, 他一把将玉佩抢夺过来, 狠狠地摔在地上, 这世上哪里有什么藏宝图, 都是因为这一谣传, 才让他最爱的哥哥身亡, 才让他心惊胆战活了这么多年, 后来, 张元文被秦春梅送进了府衙之中, 失魂落魄的张元文主动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 最终走向了断头台, 秦春梅回到那间屋子哭了很久, 他将玉佩一点一点地捡起来, 泪水洒落在地, 他仿佛在泪水之中, 看到了那个总是叫他小吃货的哥哥, 写后感言, 当诱惑之物摆在面前, 谁能保证自己保持初心, 不被其所获, 我想我是不能保证, 但面对文中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不会觊觎别人之物, 其次更加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去伤害别人, 文中的张元文大错特错了, 玉佩的秘密本就是传闻, 没有人真的见过玉佩的存在, 没有人真的见过所谓的藏宝图, 人们只是听说有, 便想要不顾一切地去得到, 实在是太荒唐。